雞排可以說真的是臺灣的國民小吃 很多人認為這雞排業者一定是賺翻了 真是如此嗎 就民眾在網路上面討論 認為現在萬物起漲 事實上肌肉價格也是調漲了 一塊雞排利潤可能是低到難以想像 現在炸物業者呢 即便你客群都是外帶生意 不受影響 但應該也不好做 國號炸粉的雞排 一塊塊下鍋沒停過 炸物業者生意不受疫情影響 但業者卻感嘆做得心酸 因為獲利都被不斷上漲成本吃光光 業者感嘆不止肌肉成本上升 國產肌肉批發價格也從去年5月的50元 漲到今年的58.3元 另外製作肌肉不可或缺的原物料 木薯粉跟油零零總總算下來 一片的淨力可能只有15元 如果雞排獲利要細算 以一個油鍋一次能炸10塊雞排 製作時間15分鐘 一小時可以製作40塊 一塊的淨力以15元來計算 營業6小時最後也只賺了3600元 但現實的是 客人不一定每個小時都來 也有可能會賣不完 大概如果到了43那附近的話 可能就要再反應成本 就要再往上再調 不敢完全反應成本 因為我面對消費者 我們長太多 那個消費者可能就跑了 業者也表示 只能從其他較高利潤的炸物 撫平成本 勉強撐下去 不敢含賬 因為雞排不是民生必需品 民眾不吃雞排 也可以選擇吃麵或是火鍋 為了劉克只好咬牙撐下去 接著黃伯萱台中報導